为了阻止土耳其采购俄罗斯S-400飞弹防空系统,美国已警告这可能危及F-35战机军售案。 尽管美国与北约NATO加强施压,但是据土耳其新术光报UNICEF FAC19日报道, 安卡拉为了报复美国勒索,可能加以回应,其中最可能的就是拆除美国2012年在马拉提亚库雷吉克·Miladia K-Rashuk设置的ANTPY2长城预警雷达。 美国为了保护以色列不受伊朗等国的威胁,设置了涵盖范围最远可达1000公里的雷达。 根据土耳其与北约达成的协定,安卡拉允许雷达部署境内而引发俄罗斯与伊朗的强烈抗议。 土耳其表示,为了北约联盟的安全,安卡拉面对德黑兰与莫斯科与日聚增的压力, 如今它不会再屈服于美国以S-400为借口,违背说好的军售F-35战机协议来进行勒索。 美国防长马提斯James Mattis对土耳其向俄罗斯采购S-400防空飞弹系统感到忧心, 说那是安卡拉的主权决定,但显然与北约不相容。 土耳其国防部长加尼克里Nurad and Canikloin周六说, 安卡拉已完成购买俄罗斯S-400防空系统的程序, 而S-400是俄罗斯最先进的长城防空系统。 能发射凶翼飞弹与战术弹道飞弹一次最多能追踪并打击300个目标, 最高可达27公里。 而原本按照美土协议, 在2030年以前美国总共应该交付土耳其116架F-35战机, 忠实电子爆。